红豆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小院 现在他正在坐出宗车去大理 路上的绷景非常美 几个小时后红豆到了大理 他下了车 打开手机导航 往响院走 这个时候一匹马跑来 马的后面来了一个大男孩 他带追马 红豆的手机掉了 坏了 怎么找到小院呢 他只能问路人 最后红豆找到了小院的老板 他叫小春 小春非常好 小院也很好 红豆很喜欢 小春告诉红豆 大男孩的家带小院的前面 红豆找到了那个大男孩 他们家有三口人 奶奶 哥哥和大男孩 哥哥告诉红豆 他可以给红豆钱 买新的手机 也可以修手机 红豆觉得修一下吧 不需要买新的手机 奶奶听说后 觉得他是好人 许红豆回小院的房间 然后去附近走了走 在旁边的饭馆吃了饭 饭馆的老板非常好 这是西河睡 他是老师 他有一个学生叫谢小夏 小夏不想住在小地方 他想去大城市探探 谢老师不太高兴 许红豆喜欢照相 下午他走了很多地方 看到了很多漂亮的风景 这是大男孩的哥哥 他叫谢之遥 是红豆在牧场踩到了马时 谢之遥笑了 红豆说 现在我怎么回去 谢之遥说 你可以骑我的马回去 他们聊天的时候 红豆知道白马的名字叫小可爱 他真的很可爱 他们来到古城 谢之遥买了拖鞋给红豆 很便宜 那鞋的女孩有点吃醋 后来他们去了村里 晚上在谢之遥的家吃了饭 宝评审送牛肉给大家 大家很高兴 宝评审知道谢小夏有点不高兴 希望谢之遥能帮帮他 谢之遥知道现在目标很难 没有人想学 他小魏们小夏怎么想的 晚饭后 许红豆给父母打电话 谢之遥知道他没钱 给了他两百块钱 但是他想先还钱给老板鸟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